今天我們要利用 瑜伽的動作來放鬆我們的脖子跟我們的肩膀 在日常生活當中我們可能因為滑手機 或者是使用電腦 常常讓你的身體變成駝背 或是脖子向前傾的動作 所以我們今天呢 會做一點點伸展的練習 把這兩個部位打開來 準備好瑜伽墊 那我們就開始囉 第一個動作呢 我們先活動一下雙手 吸氣手臂往上 吐氣放下來 我們再做幾個 等一下的練習呢 我們都會先以同一側為主 那在做第一邊的時候呢 請你仔細感覺一下你的身體 我們的肩膀的活動度 我們的脖子的活動度如何 那第二次的時候再檢查一下 另外一邊有沒有差不多相同 盡量兩邊的柔軟度不要插得太遠 如果比較緊繃的那一側 我們就要多做幾回喔 好我們來到第一個動作 舌臂往上 吐一口氣讓你的身體慢慢的 向右邊扭轉 將左手來到腳的外側 右手放在地板上 在這裡呢我們做幾個深呼吸 每次吸氣把你的背往上提高 吐氣讓你的身體再往後扭轉多一點點 吸氣向上做高 吐氣往後 你可以讓脖子先回到中間 然後吐氣這樣下巴 脖子跟著轉過去 最後一趟往上做高 吐氣轉向後側 手的姿勢不動 我們先讓身體回來 左手抱住自己 右手來到上面 兩隻手環抱讓你的手肘盡量交叉 脖子放鬆頭滴滴的 在這裡我們輕輕的搖一搖晃一晃 讓我們的背持續向下 讓我們的手肘往下 靠近我們的小腿 靠近我們的地板 脖子也跟著放鬆 輕輕的左右動一動 下個吸氣 我們準備讓身體回來 兩隻手在這裡直接把手臂打開來 雙手你可以讓兩隻手掌心扣住 如果沒有辦法太緊繃的人 手背對手背 或是雙手盡量靠近也可以 我們做往上提 再往下放 每次向上提 每次向上提的時候我們吸氣 把你的肩膀往上 吐氣 肩膀下壓 手肘下壓 再一個 向上提 吐氣 向下 我們做最後一趟 往上 往下 往下 一樣我們維持手的形狀 將兩隻手輕輕的往上打開 打開我們的手肘 手背對手背 雙手盡量向後 在這裡呢 你的手背可以來到耳朵的旁邊 或是耳朵的後側會更好 把你的胸口盡量打開來 吸氣我們往上提高 如果你覺得這樣不太好做的話 兩隻手互扣 將心向上推也可以 吐氣 身體回正 再一個往上延伸 吐氣回來 最後一趟我們向上 吐一口氣 身體回到中間 把你的右手輕輕的放下來 手肘放鬆 左手背在背後 將左邊的肩膀 胸口再打開 頭輕輕的向後躺 慢慢回來 再一個 吸口氣 肩膀 胸口打開 頭向後 最後一回 我們稍微停留 除了伸展你的左邊的背之外呢 你也可以把左手拉長 讓我們的臀部保持盡量是向下坐的力氣 手跟我們的屁股做一個反方向的延伸 最後讓身體回到中間來 將肩膀往上刻意的聳高 用你的嘴巴吐氣把肩膀放下來 相反 相反我們另外一邊 兩隻腳前後交換 先往上坐高 吐氣向你的左側扭轉 手來到大腿的外側 和放在後面的地板 吸氣往上 吐氣扭轉 我們再做幾個 我們再做幾個 向上提 向左邊扭轉 一樣的脖子可以輕鬆的活動一下 身體移動 下巴再跟著轉 最後一趟 左高 扭轉 身體先回到中間來 右手抱 左手在上面 手肘交叉 背向後 手肘 身體 左右 搖一搖 晃一晃 這個動作呢 不只是伸展我們的脖子 伸展我們的肩膀 它可以活動到你的肩胛骨 所以如果你的雙手有摸到你的肩胛骨的話 盡量把我們的肩胛往外打開一點點 你可以用手的力氣 帶著身體再伸展的更多 上半身回來中間 手肘對在一起 雙手抓著 合掌 手背對手背 或是抓著手腕都可以 手肘向上推 吐氣往下放 再一次往上 吐氣放下來 脖子也可以跟著一起 手肘向上同時抬頭 吐氣往下 最後兩個 往上 往下 最後一趟 最後一趟 向上提 身體先回來 把你的手肘分開 兩隻手打叉往後 沿著我們的背 胸口盡量打開 手盡量向後 三個深呼吸 往上做高 吐氣 吐氣回到中間 放鬆一下 再一個往上 吐氣回來 最後一趟 向上 保持延展的身體 將你的左手輕輕地找到地板 右手背在脖子後方 肩膀胸口打開來 頭輕輕地向後躺 再回正 記得你的身體在做的時候 右邊的臀部要保持坐在地板 中間回來 最後一個 把手拉長 再延伸更遠 回到中間 一樣鼻子吸嘴巴吐 我們讓身體來到跪姿 高跪姿的位置 膝蓋跪在臀部的下方 讓身體上來 我們先活動一下雙手 繞圈向上 再向後 我們盡量把你的手臂打開 待會呢我們坐著會練習一個 雙手扣在後面的練習 所以在這裡呢 你先活動一下你的雙手 如果你發現你有單側比較緊繃 等一下你也可以選擇兩隻手 上下交疊 用一隻手拖著另外一邊也可以 那我們先停留一下囉 雙手互扣 拳頭向下 胸口打開 在這裡 把你的胸口再往上提 一點點的抬頭 頭輕輕地向右 上左 再一個向右 上左 下巴慢慢回來 手跟身體也回來 兩隻手再繞一繞活動一下 那如果你是一邊比較緊繃的人 比較鬆的那隻手放在下面 拖著比較緊的那隻手 像上提 動作是一樣的喔 胸口打開 一點點的抬頭 左跟右 下巴慢慢回來 再把你的雙手解開來 在這裡呢 我們先來到嬰兒室 把你剛才有用到的腰跟背放鬆一下 臀部向後推 活動一下你的身體 讓我們的右手持續地拉長往外 臀部微微地離開你的腳跟 左手掌心撐住地板 頭輕輕地躺在右手的上面 或者是來到地板 伸展一下你的右手臂 右邊的肩膀肩胛骨持續向下 我們的左手輕輕地推地 讓頭先抬起 手臂也抬起來 整隻抬起來再翻一個面 掌心朝上 相同的動作 如果你覺得很緊繃 你可以選擇左右晃一晃 讓身體慢慢往下來到最低 還可以的人 我們一樣讓頭輕輕地躺在地板 伸展 伸展更多你的肩膀 回到中間來 臀部向後嬰兒式 感覺一下雙手 現在應該有伸展過的這一邊 你會覺得它比較長 或者是比較鬆 那我們待會要換邊囉 一樣我們讓身體起來 來到跪姿 先把你的左手向前延展 盡量往外走走走走走走到最遠 不能再走了 身體輕鬆地左右晃 慢慢向下的同時 臀部往後一點點 頭可以躺在手的上面 或者是輕輕地放大地板 停留 做自然的呼吸就好 感覺你的肩膀再往下 背也再往下 手掌心推一下地 頭先回來 掌心翻過來朝上 掌心朝上的這一側呢 如果你是常使用電腦的人 在做這一側的練習 你會覺得肩膀很痠 很緊繃 那不是越痠越好喔 只要有伸展到就好了 所以你也可以不用整個往下 停留在一半也可以 慢慢地去感覺你的身體 調整我們的身體 再一個深呼吸 把身體慢慢地送回來 臀部向後 感覺一下雙手 如果現在還是有明顯的 一邊長一邊短的話 比較緊繃的那一側 比較短的那一側 我們就再試一次 那我們讓身體 回到坐姿 還記得我們剛剛跪著練習的雙手嗎 兩隻手向上提 雙手往後 扣在後面 拳頭持續向下 胸口打開來 首先固定不動了 下巴往上 上右跟上左 慢慢地回到中間 再把雙手放鬆 身體輕鬆地晃一晃 我們再試一次 手向後 如果你覺得扣著很緊 不容易記得兩隻手可以上下互托 真的太緊的人 手掌心穿在後面也可以 肩膀往下抬頭 刻意地延展我們的脖子往上提 向右 下巴向右 向左 兩隻手的形狀不管是如何 要往下推 往下延展 每次要回來之前 先把脖子放鬆 回到中間 這樣你的雙手放下來 將你的雙手交疊 放在額頭的前面 我們做一個收下巴的動作 手推你的額頭 同時額頭也頂著你的雙手 幫我們常常用手機的脖子 向前推的姿勢 把它放回來原本的位子 再慢慢地放鬆你的雙手 和身體 今天的練習到這裡結束了 別忘了每天花一點點的時間 活動一下你的脖子 跟你的肩膀 讓我們的身體 排回正確的位子 它才不會歪掉喔 謝謝收看 要健康就運動